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这个五香粉呢 大家买香料一定要注意啊 我也买了两次 买回来炒一次一样 因为新香料味浓 香料啊 千万不要买 用硫磺熏的那种香料能看出来啊 颜色它那种比较鲜艳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不同的香料 放里头不同的配比 味道就不一样啊 继续小火翻炒啊 我不要急 炒至 拿个花椒粒 一碾 能碾碎啊 千万不要炒糊 闻出香味了 放入肉 小灰香 丁香 再炒一分钟 主要是把它炒酥啊 继续翻到 炒好以后倒出 炒好的香料 倒在料理机中 如果家里没准备料理机 够蒜干的倒 也能捣碎 一定要捣碎一点啊 扣上盖 打成粉末 打碎以后 倒入一个盘粥 这是五种香料的 五香粉 完成 继续把烧热 最好把桂皮八角啊 白纸都掰碎了 花椒 继续曼火翻炒 炒至两分钟 火一定不要急啊 也是一样 拿花椒粒 高手一碾就碎了 放入香叶 草果 小灰香 丁香 继续曼火翻炒 不要着急 炒至香叶 一抓就碎 把火关掉 倒出 再放在料理机中 打成粉末 过两天再给大家发表个十三香的制作 扣紧 启动 打开以后 倒出 这种呢 香料味就是略微的浓一点 因为它是乏味 好 两种五香粉的制作 完成 网友们再看一下吧 记住过程和配比 不要炒糊了 买香料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可以商用 咱们是炒菜或搅馅 腌肉都可以用 好 感谢网友们的观看和支持 有什么要求请你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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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